即时新闻传递 投资看点分析 大家好 欢迎收看视野环球财经 今天咱们的主题是 标普3000点首次激烈争夺 邮轮航空股暴涨 春天来了吗 SpaceX龙飞船 明天载人发射 波音承压 另外在明天的龙飞船 发射的过程中 这个频道会进行一场直播 所以在节目的最后 会有关于直播的通知 请大家注意查看 首先来说一下时间 那么今天是美国东部时间 2020年5月26号下午的6点40分 今天是周二 首先关注一下 今天盘中的运行状况 标普500这边是上涨了1.23% 纳斯达克上涨0.17% 到琼斯上涨了2.17% 那么标普500这边 也是今天收盘 收在了2991.77的位置 在盘中的时候 最高的时候 曾经是超过了3000点 今天也是在昨天的节目里 和大家讲过 关于在菲波纳奇61.8 以及200日移动平均线的位置 可能会产生比较激烈的争夺 那么今天是首次触碰到了 200日平均线 在3000点的位置上 那么现在收盘又收在了3000点以下 所以能看出来整体盘面的博异 还是比较激烈的 今天首次尝试是以失败告终 那么整体上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 在今天盘面运行的过程中 其实从指数层面上来讲 在科技股 我在上个星期五就和大家讲过 科技股有部分的科技股 有出货的迹象 今天大家看到 其实跌幅较大的 纳斯达克100的科技股里边 包括像微软跌了1.06% 还有像Facebook跌了1.15% 包括之前提到过的 有出货迹象比较明显的Netflix 是跌了3.39% 所以今天基本上是纳斯达克的100 是拖了整个指数的后腿 导致今天的标普 是上攻3000点的位置是失败 但是3000点这个位置 未来还会继续的争夺 到底过不过的去 我相信还会经过一段时间的 反复的摩擦 确实不是那么容易 毕竟在200日移动平均线这个位置 是很多的筹码去密集的防守 或者进攻的区域 所以我们看到 在今天整体标普的成交量上 也是有所放大的 现在给大家看到的是 日线级别的K线 大家能看到今天的成交量 还是明显的一个放大的状态 但是从盘中运行的状况上来看 还是出现了 在盘前就出现了 由于期货的拉升 导致今天的高开 高开的幅度非常的大 高开之后 几乎在一个小时之内 就达到了今天的最顶部 3021.72点的位置 随后在今天盘中的运行过程中 是一路的下行 在尾盘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抛压 所以能看出来 在3000点这个位置 并不是那么轻松的容易过去的 说完这个还是要关注一下 今天整体盘面上谁涨的最多 相信大家都是比较的兴奋的 为什么呢 因为之前一直趴在地上 反复被摩擦 不怎么涨 而且跌得特别厉害的 航空和邮轮 今天是扬眉土气 大涨了一把 可以说是暴涨了一把 所以体现在 包括像整体的今天的道指上 由于像航空股的一些这种上涨 大指数 包括银行 对吧 大金融的上涨 导致整体的道指 今天的涨幅也是非常不错 2.17涨了 但是整体道指在三大指数里 还是属于最弱的 OK 那么说到航空股和邮轮股 它们为什么突然间就暴涨了 其实主要是受到什么 受到利好消息的刺激 那么第一个是来自于欧洲 像西班牙 已经宣布将在两周之内会去解除 对于游客的这种隔离措施 包括在6月份和7月份将会陆续的开放旅游 所以也意味着有更多的航班可能会运行 有更多的相应的这种游轮 可能会这种重新的启动 重新的启航 所以给市场带来了比较大的信心的注入 但是我们要知道 你包括像今天大涨的 无论像美国航空 对吧 涨了14.85% 达美是上涨了13% 西南航空上涨了12.64% 联合大陆上涨了16% 几乎都是暴涨 家电话邮轮也涨了12.59% 在邮轮行业 我们要知道 你其实在看这些暴涨的时候 很多人说一天涨了这么多 是不是没有正道 或者怎么样 其实你还是要看一下整体的情况 你要知道 这一次的上涨 其实主要是由于经济的重启 以及包括欧洲还有像亚洲 包括像日本也已经要宣布对吧 宣布解除全国的紧急状态 也就意味着正式的经济的重启和复工 包括像旅游业等等 可能会得到缓慢的复苏 市场的信心很重要 但是从财报上来看 我们都能看得出来 你随便拿出一个航空公司的财报 在2020年QE的财报都知道 是非常难看的 都是亏损的状态 所以在二季度财报也不会好看 目前在今天的涨幅 仅仅是一个信心的恢复而已 如果我们要从数据上去了解整体的状况 我们可以看到 已经仅以航空业为例 现在给大家看到的是 关于航空业在商业航空的 整体的飞行的数量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曲线变化 红色的是一个移动平均线 蓝色的是实际的数量 每日的数量 我们能看到从3月30号 对吧 3月30号开始触底下降以来 那么从4月份开始 整体的我们看到红色的曲线 都是在不断的向上攀升的 也就是说商业航班的飞行数量 确实是在缓慢的复苏中 我可以把这个地方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就能看出来了 对吧 这个地方触底之后 4月份左右是最低的 然后是缓慢的向上爬升 那么商业航班的飞行数量多了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经济活动 全球的这种商业活动 也是逐渐的开始恢复 但是这种恢复和在更早期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航班在3月份之前 就最高位这个位置的数量 这一块大家可以看看 是不是还差了非常多 连三分之一都没到 所以远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的乐观 那么商业航班的恢复 要恢复到疫情之前 现在市场上的预计 至少还需要可能一年的时间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股价可能会有信心方面的提升 导致的大幅反弹 但整体上航空公司的业绩 包括邮轮公司的业绩 其实还是受到非常大的冲击 承压也比较的厉害 更多的还是看 谁手里的现金更多 谁能够活到最后 才能够活得最好 所以这是关于在航空业的 今天的整体和邮轮业的暴涨 都是一个相对来讲 我认为是一个有复苏的迹象 但是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 特别是在今天 大盘层面的科技股层面 纳斯达克100这边是乏力 并没有去推升标普 显现出在整体盘面的运行状况上 还是非常的具有什么 这种犹豫的 市场走的非常的犹豫 包括我们看到今天的 现在开盘的在指数期货层面 也是一个平盘 微微收跌的一个状态 那么今天整体上 大盘整体是这么一个状况 说完这个 我会大家来讲一讲 关于在很重要的一块 这个就是SpaceX 就是Elon Musk SpaceX 这个太空技术探索公司 在美国东部时间的明天 也就是美国东部时间的周三 周三 在这个时间上 就是美国东部时间周三的 下午的4点33分 龙飞船会有一次发射 载人航天的发射 这也是美国的本土的载人航天 在停滞了十来年之后 第一次有载人航天 这是一次 非常怎么说呢 具有历史性的一个意义 代表着美国载人航天的一个重启 由于SpaceX是一家商业公司 它和美国的NASA 它签订有合同 其实关于载人 美国的商业载人航空这方面 一共是有两家公司在竞争 和NASA的合同 是两家公司在竞争 一个就是SpaceX 一个就是波音 那么这两家公司 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为什么我们要去关注这条消息 由于SpaceX 它现在整体的运营的成本 载人航天发射的成本 要比波音要低 而且现在的成功率要高 而且是已经把波音 在载人航天这一块 是甩在了身后 你从这个单个的座位的成本 就是每运行 发射运载一个航天员 到天上去的 到太空站去的成本来讲 龙飞船这边是大概 有4500万美金一个座位 那么波音这边的价格成本 要到什么时候 要到9000万美金一个座位 9000万 几乎是龙飞船的一倍 那么现在龙飞船 已经进入了实际的发射 马上在明天就会去 向太空站运送两名航天员 那么这个情况下 实际上所以 为什么要去关注这个信息 其实它关注的几块 第一个是 如果明天的发射非常的成功 那么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SpaceX公司 会以一个较低的商业合同的价格 拿到NASA的合同 对吧 因为它的整体的发射计划 只用了20多亿美金 而且现在已经提前 而且是成功了 可以去载人了 但是波音这边 它的整体的载人计划的 目前花费是40多亿美金 而且还是失败的状态 在去年12月份 已经是发现了 其中的很多代码问题 它的程序上的 所以导致它的计划 不断在延迟 总体上它的进度 要落后于太空探索公司 所以从这点上来讲 如果明天SpaceX的发射 非常的成功 将会对波音造成在 航天这一块的营收 未来的合同 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因为我们知道 NASA已经宣布了 一个新的计划 是在2024年的登月计划 登月计划 重新再次的登月计划 这个里边 目前竞争的公司 也是SpaceX和波音 所以如果现在的 龙飞船和猎鹰重型火箭 能够成功这一次执行任务 把宇航员发射到太空 然后成功对接太空站 那么这次就意味着什么 确实Elon Musk的 SpaceX的探索公司 已经领先了一大步 那么自然会对于波音来讲 产生比较大的一个压力 尽管我们看到 在今天的盘面上 波音也是获得了上涨 对吧 涨了大概是5个点左右 但是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 如果明天的发射成功 将对于波音的 长远的营收来讲 刚才已经说过 是一个打击 它可能会输掉这份合同 丢掉这份合同 那么意味着什么 在目前全球的飞机制造 还没有大幅恢复的情况下 在航空这边 如果波音再丢掉 一块肥肉 那么波音确实是日子不太好过 但是波音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作为一家航空 航天军工制造类的企业 它的整体的现金流状况 现在也是可以 这个是能看得到的 在财报上能看得到的 确实还是可以 而且由于它在全球的 飞机制造的领先地位 就是它和空客 所以它不会那么快的完蛋 不会说那么快的说 马上就倒闭或者破产 这个相对来说难一点 但是我们要知道 如果你在投资波音的时候 还是应该去注意一下 它的竞争对手的发展情况 注意一下波音自己 在自己的这种 整个的业务层面的发展逻辑 如果你是做长线投资 长期长线投资的价值投资来讲 比方说你如果觉得波音 OK在价值投资和增长上 会出现一定的小问题 或者说是有乏力的迹象 那么可能你会暂时 不一定会选择去做波音 在这个价位去做波音 你可以选择另外一个行业的 某一个 比方说之前说到过 关于零售业的 对吧 零售业的这个是一个复苏的状况 因为随着复工 复产然后经济重启 零售业 它是一个肯定是要一个复苏的 会比波音要快 所以你在两个行业里边 选择的时候 你其实我们做投资 你投的是什么 你投资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挣钱 对吧 你投资的目的 不是为了最后变成它的大股东 对吧 难道你想做波音的大股东吗 最后把股票都拿在手里 不是的 你投资买股票的目的是为了挣钱 所以这家公司好与不好 在某一个周期内的盈利能力如何 未来的前景如何 它直接关系到你的股票投资的收益 你作为一个聪明的投资者 就应该这样去选择 并不是说波音不好 或者说某某比它好 而是说在某一个时间段之内 可能某一个行业 某一些公司的盈利能力要比它强 对吧 这个时候你要做一个 这种周期性的选择 等到它的业务重新回归的时候 等到波音重新 接到了更多的飞机订单业务的时候 你再去认为它的长期营收 不太受影响 不太受到这次疫情的影响 能够快速恢复的时候 你再去进行一个长远的布局都可以 在目前前景并不明朗的情况下 虽然刚才说了 航班的飞行数量有恢复 那么经济有重启 欧洲各国 包括亚洲更多的国家也宣布 这种经济的重启状态 但是后面我们说过 二次爆发是一把看不见的手 如果没有 OK 那么经济自然复苏 那么它这个时间 也至少需要半年到一年 对吧 慢的话可能需要两年 如果有疫情二次爆发 可能会到了秋天 到了冬天会再来一轮 就是今年3月份发生的事情 会再来一轮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航空业 对吧 包括邮轮业 旅游业 这些行业 大家在选择的时候 如果你打的是短 OK 在利口消息的刺激下 挣到钱了 可以 但是如果你打的是长 还是应该从公司的基本面 和未来的营收状况和结构 去进行深度的理解它 好吧 这个就是我给大家提供的 一些小的思路 OK 说到这 我要说一下 明天由于为什么 我说要关注SpaceX的发射 因为它也涉及到 第一刚才我说到 涉及到波音 还涉及到什么 还涉及到了航空航天板块 如果这次发射的成功 其实对于航空航天板块来讲 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提振 你包括 其实你看今天 在航空的板块上 也涨的还算可以 我给大家看一下 航空航天的 航天军工的板块 这是航天军工的板块 今天整体的涨幅 也涨了不少 涨了3.65个点 在它其中的个股里边 有很多股票 今天的涨幅都在10个点 有4只股票 涨幅在10个点 那么涨幅在5个点之上 就更多了 有十几只股票 那么波音只涨了5个点 在这里边 其实还并不能算是特别好的 但是并不是 所有的航空的股票 都一定会特别好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 很多人说 我们可不可以去 扒一扒 找一找SpaceX的供应商 它的供应链上 有没有哪些公司给它提供零部件 会不会因为它的发射成功 导致这些公司大涨 这个其实比较难 为什么呢 因为根据相应的武器管制的法律 这种法律 美国的 包括国际的条例上 对于这种军工航天的 很多的供应商的名单 详细的目录 它是不能够公布的 就是说你并不清楚 那么SpaceX的很多的零部件 到底是由谁来做的 到底是由谁来做的 它偶尔会披露一些 比方说SpaceX 明天如果发射成功 它对特斯拉会有影响吗 都是Elon Musk 都是Mask的 这种名字在上面 这两家公司 对特斯拉会有影响吗 很多人会说 会有信心方面的提振 有可能明天发射成功 特斯拉也会涨 为什么 因为从信心上 第一个是提振 第二个 如果你从供应链上 特斯拉有没有给SpaceX的 飞船提供相应的部件和组件 有的 但是金额非常的少 根据目前公布的材料 大概每一年的采购的金额 只有100万到200万美金 就是做电池 电池组 给SpaceX 所以很多太细节的 很多的公司在这里边 你是找不到的 好吗 OK 所以在这个板块上 大家还是要去关注一下 深挖一下 可能需要自己是下面的 要去多努力 在航天军工的这些板块里边 因为公司很多 有很多的公司 我也很陌生 说实话 并不是特别了解他们 因为有一些股票的市值比较的小 当然我也在研究了 有什么新的发现 可以跟大家分享 所以说到这 对于明天 我们会给大家想看直播的朋友 一些新的频道 就是在我这个频道下 给一个新的窗口 大家可以自己在网上找链接 如果你觉得你找不到链接 你也可以来我这看我链接 我明天会直播 如果只要它时间不改的情况下 那么明天的 它的发射时间 是在美东时间27号 周三下午的4点33分 那么我频道的直播 我会在明天的 美东的周三下午的4点20分开始 然后北京时间是28号 周四凌晨的4点20分 那么开始我先讲什么 我还是先讲明天 因为正好下午4点钟 是盘后 我先讲在盘面的运行状况 然后正好讲完之后 后边就是东飞船的直播 载人的直播的发射 如果它不推迟的情况下 那么就正刚好能够衔接上 如果明天由于天气原因 或者其他的技术故障 推迟发射的话 咱们在直播中再说 好不好 OK 这个就是明天的一个直播的安排 所以如果大家 找不到其他的渠道看直播的 那么大家可以选择到这来看看直播 但是同时明天的节目 也是以直播的形式 和大家来分析盘面 希望对大家 还是能够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吧 OK 好 这个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觉得我的节目 对你有所帮助 欢迎订阅我的节目 然后打开小铃铛 好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了 就明天的盘后的直播中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